哈囉 大家好 我是倩珊 珊珊 富士珊 耶 我們今天來到的是 輔大 相信很多同學都會對未來特別茫然 不知道說職場到底應該是長怎樣 到時候的工作環境 工作內容 到底實際上具體是長什麼樣子 今天我們就是要來問大學生 他們到底都是用什麼方式 去了解他們未來 那我們就去問問看大家吧 GO 同學你們好 你們是什麼科系的 參與管理 這個科系未來的出入大概是怎樣 廚師吧 廚師 飯店 飯店 業館 那這個出入是你們也想要從事的行業嗎 目前沒有這個想法 目前沒有這個 那你當時為什麼會念這個科系 就 大英俗大 那你們是用什麼方式去認識說 你想要從事的那個職業 我們很多那個啊 實習 那你覺得你們目前就是擔心以後職場生活的 哪個部份 田太長 同事相處 同學你們好 你們是什麼科系的 服裝設計系 這個科系未來的出入是什麼 服飾產業 跟 時尚行銷類的 那這個行業也是你未來想要從事的行業嗎 對 在就學期間你會怎麼樣去認識這個職場 因為我們需要有實習的機會 對 然後再加上我們需要有蠻多老師 會去請業界的一些講師 回來這邊分享 他們在時尚產業的一些經歷啊 幹嘛什麼之類 所以從演講就可以大概知道 他們的產業到底在幹嘛 然後他們的運作模式 所以也會問他們問題 然後到後面如果真的要進入這個產業的話 可能就是自己準備作品集 然後去面試 然後準備好英文之類的 對對對 那你呢 你會怎麼認識職場 一樣 你們會上網查一些資料或什麼 會啊會啊 因為我平常就很喜歡關注自己的東西 那你會查什麼關鍵字 或怎麼找這些東西 我都在看現在線上的KOL 就是是怎麼Push自己的東西 因為他們其實基本上他們自己就是一個品牌 對 我都看他們是怎麼樣在 行銷自己 對 行銷自己 對 就是觀察這些小東西這樣 那你呢 總會一樣吧 我覺得最明顯是 你直接去那個求職網頁 然後打你要的那個職位 然後底下就會有它需求 那些需求可能是可以變動 可是也是最直接人家需要的 這樣找工作就會比較好找 現在目前就是對於職場生活裡面 你們覺得最擔心的是什麼東西 我覺得它是沒有辦法滿足我 對於工作的那種熱忱 一開始會幻想說 我現在這個幻想的行業是怎麼樣 然後我可以在這邊可以學到很多東西啊 或者是我可以充滿很多成就感 可是如果今天是進入這個產業 然後讓我整個大破 對 失望的話 我可能就會覺得很受挫 覺得我努力這麼久 竟然這樣而已 原來這裡就是現實 對 我就擔心了 有點像它那個 可是比較不同 像是說你的東西沒有辦法被看到 被否決 就是職場的時候沒有辦法發揮你的所長的感覺 同學你們好 你們是什麼科系的 學家 兒童與家庭學系 那這個科系未來的出路是什麼 教保人員 教保人 教育保 蛤 六十年老師 對 然後考教室 嗯 嗯 對 好 那這個職業是你們也想要去從事的行業嗎 算是 因為還沒有接觸過 所以目前是覺得還算有興趣這樣 會怎麼樣去認識這個職業 或是怎麼樣去搜集這些資料 對 對 實習 那你們現在會對就是未來職場的想像裡面 你覺得最擔憂的部分會是什麼 應該是職圈吧 職圈 喔 對耶 同學你們好 你們是什麼科系 公衛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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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衛生學系 那你們這個科系未來的出路是什麼 現在通過公衛是指導 然後因為前陣子 武漢肺炎 猖獗到現在 所以 我們可以走流行病學方面 或者是 衛生行政啦 之類的 那這個職業是你也是想要從事的行業嗎 不是 那你想要從事什麼行業 還沒想好耶 還很茫然 所以 但一定不是 就是 這個科系 他可以是考慮 但就是 先努力一下 但還不知道要幹嘛 那你會怎麼認識 就是你想要從事的這些職業 實習吧 實習 所以你們系也要實習 所以在找實習之前 你們其實不是那麼清楚他們在幹嘛 其實 就是有稍微聽過一下 但還不清楚作業流程 那在這種情況下 你們還會用什麼其他的方式去認識 都好關係 聽學長姐講 經驗談 之類 永遠都會有一個負責點頭 同學你們行員是什麼科系 食科系 食科 食品科學 食品科學 那這個科系未來的出路是什麼 就是公務人員 還有食品檢驗室這樣 這樣的職場生活 也是你未來想要從事的行業嗎 嗯 基本上是 嗯 你呢 還在想 還在想 那你們會對這樣的職場 就是有什麼具體的 那個想像嗎 像是檢驗這個食品啊 然後有沒有違反一些 法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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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多的職場生活 你會怎麼樣去了解 網路場 網路場 不然就是 問這公司有沒有續長限制 同學你們好 你們是什麼科系的 哲學系 哲學系 哲學系的未來出路是什麼 哲學系的未來出路是什麼 哲學沒有出路 哲學沒有出路 是你們老師都會跟你們說 你們未來會從事這樣的職業 老師沒說 他用我們自己去探索 好 那你們探索了什麼 其實我比較推薦哲學就雙組修吧 不然哲學也不知道幹嘛 對 那你是怎麼知道說 要雙組修這件事情 因為老師常常會跟我們說 哲學是一切學科基礎 但他也僅是基礎而已 但未來就是你會想要從事怎樣的職業 其實我真的沒有想過 那你雙組修 你要組另外一個要修什麼 心理吧 心理 所以你想當心理學 心理師 就是 對於 諮商這一塊比較有興趣 那你是怎麼發現你對這一塊是有興趣的 因為 常常都會當同學垃圾頭 真的喔 對 所以 就覺得可以在這方面更鑽嚴一點 我是想去做遊戲 遊戲 怎樣的遊戲 RPG那種 那要怎麼做是寫程式做遊戲 我想去當寫故事的 寫故事 好酷喔 那你是怎麼知道會有這種職位 就是會有這個工作 因為就以前打囉 他們就會有英文那個什麼 英雄背景介紹 然後就覺得他們寫很有趣 所以想要去當你 嗯 那你是怎麼 你會怎麼去專研這部分 怎麼研究 嗯 可能就多看一點吧 多看一點 多打一點囉 就是啊 多看一點小說啊 還有漫畫 然後就大概知道怎麼寫 你現在有什麼 就是朝那個目標怎麼前進 去大公司啊 大的遊戲公司 嗯 然後他們一定會有 這方面的職權 就跟他說我要寫故事 嗯 那你自己現在目前有寫了哪些故事嗎 我只寫過青小說 小說 嗯 這也是蠻厲害的耶 就是也是往就是 就文學類的那邊 成績就對了 耶 我們剛剛訪問完了 這麼多組同學 我覺得大家其實還是對未來 都有那麼點茫然 但是大家也都很努力的想要找到答案 那我剛剛訪問下來呢 我發現就是比較低年級的大家 會比較就是 Focus在現在的功課上面 就是覺得我有過就好了 未來我也不知道 然後比較高年級的呢 他可能就會有 比較多的想法 因為他們可能會有去實習啊 等等的機會 然後再來就是 大家對於未來職場的生活規劃呢 大家也不外乎就是 問老師 然後問學長姐 打工 實習 上網找資料 等等的這些方式 嗯 那我自己個人認為呢 我覺得我想要奉勸大家 就是因為剛剛聽到很多 我第一年級的同學 他們其實都是比較茫然一點 那我覺得呢 其實你在大一大二的時候呢 時間是最最多的 然後你也是最沒有包袱的 其實那時候是最天馬星空的 可以多利用大一大二 空閒的時間多去摸索 這樣子你大三大四 會比較有點方向前進 那再來呢 就是大家其實雖然都知道 有這些管道 不管是問老師啊 問學長姐等等 但是卻不是每一個人都願意開口 我覺得想要跟大家提醒的就是 其實只要你開口了 得到的就是你自己 所以其實資源都在你面前了 就看你願不願意多去利用 再來是很多科系其實很棒 就是他有設立就是 實習這件事情 我真的覺得這是非常難能可貴的 因為其實像我以前的科系 就沒有實習這個環節 所以我真的要去了解我的未來職場 真的是透過自己嘴巴去問 所以學校如果有設立實習 這件事情其實是一個很好的學習機會 希望大家都可以多多把握 而不要把它當成是交差 或者是只是想過 不要被當而已 另外想要推薦大家 教育部最近推出了一個 百公一日的計畫 那在這個計畫裡面呢 你會可以用到VR 然後是360度的環境 看看這些職場的生活環境 那他現在已經出了好幾種不同的職業 所以呢如果你是不清楚你自己 以後的職場生活具體應該長怎樣 也可以透過這種方式 更生理其境的去感受未來的職場生活 那如果你還有什麼更好的摸索職場生活的方式 也歡迎在底下留言 然後幫助所有的MeToo的大學生 也留言起來 那今天的影片就到這裡結束囉 好 風繼續吹 然後記得幫我訂閱我的頻道 按讚分享 我們下支影片見 拜拜 這個風 這個風 好 好 我為什麼要一直笑 我冷靜 我們下支影片 是的 好 我 我